大家除了花钱买包枕之外,尝试过自己DIY吗? 一块好看的布或蠢色的布,只是一个小小的妙招,半小时不到,就有了一个可爱又实用的包枕,尤其是和新手妈妈了,找出一块有图案的布。 下面如果有各种卡通图案,或花和叶子等这些大大的樱花,那么就把剪刀拿出来,把布上面的图案一个个剪出来,边缘留一粒米缝分。 剪好之后,下面垫上一块没有图案或就衣服之类可以利用的布,摆到背面相叠在一起,用针线把两块布缝合起来,流口放置正面,填充上面,最后用密针缝把,把流口围质缝合即可。 一个不需要一花剂心思就能做出来的各种形状,家里多放十个都不会觉得乱,反而是童趣十足,如果没有找到好看的图案的布怎么办? 难道就不会做了吗?你只是准备一块纯色的布,以白色棉布为例,用马克笔或各种水洗不会掉彩的笔,在棉布上面画上各种简笔画图案。 剪下来屏缝就有一个超可爱的抱枕了,还可以顺便训练孩子画画的技能呢? 如果用策的面积比较大的话,可用纺织染料进行上海,这样彩色的简笔画图案,就显得更加生动了。 各种简笔画图案,大家可以在网上找找更多你喜欢又愿意画的图案。 这样做出来的抱枕,竟然是你自己最喜欢的,没想到一个充满了神奇魔力的抱枕,这么简单就能做出来。 既然学了这招,就抽空做几个吧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